尾翰是我老朋友 我们也认得很多年 他最近有两个说法 其实我不同意 第一个就是 他觉得立法院在野党超之过急 民主是一个说服的过程 你应该要想办法去说服民众 而不是用这种硬干的方式 这个是我不能同意的 为什么 因为很简单 在野党不是现在才提出这些东西 提出很久 那选完之后 也经历了至少一个半月 跟民进党的协商讨论 这民党不想讨论 也开了三次公厅会 那如果尾翰都觉得这样不够的话 没有好好的想办法 去试着说服民众的话 那民进党一大堆法案 全部都这样硬干过关了 那这算什么 为什么只有在野党 需要去说服民众 民进党就不需要 这个逻辑我是听不懂 我也没办法接受 欢迎收看 耿传媒有耿来报 我是谢阳斌 每个礼拜四晚上九点 我们都会和中天同步直播 欢迎大家帮我们按赞 订阅 分享 开启小铃铛 这样会有更多朋友 看到我们的节目 也提醒大家 踊跃加入我们的会员 那今天我想跟大家聊一件事情 就是 我相信最近 不管是我在直播的时候也好 或是我在上节目的时候 看到聊天室也好 那常常有人在讲伟汉 说伟汉变了 说伟汉已经投绿了 那伟汉自己也写了一篇脸书 那这个脸书里头讲什么呢 他说他觉得 就是赖金德的演说 并没有什么好批评的 也就是他认为赖金德的 520演说没有什么不对啊 我们跟中国大陆本来就是一边一国啊 中华民国是中华民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两边互相不隶属啊 这些都是对的啊 那台湾本来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所以他认为赖金德讲的都没有错 他认为这就是坚持中华民国派 所以他也挑战 问说谁能够说赖金德这段话是有错的 到底讲错什么 那同样的 大家也看到于北成 于北成一直说他是反共的 他也是中华民国派 他认为那一些去跟他对打的 不接受他的 指责他的人 才是假的中华民国派 才是投降派 都是投共的 那大家就可以看到了 一个中华民国派各自解读 台湾有各种各样不同的中华民国派 那很不巧的 我也认为我是中华民国派 可是我的中华民国派 跟他们两位好像有点不太一样 那我今天就想来谈谈 我跟他们两位的中华民国派 有什么样的不同 我们先讲于北成好 于北成理论上来说 他应该是那种最基本教育派的中华民国派 理论上为什么 因为他是黄埔军校毕业 他是军人出身 那我们都知道军人最传统的中华民国派是什么派 就是我的国家就是中华民国 军人就是服从国家 服从领袖 服从政府 他的职责就是捍卫中华民国 所以他今天要说 他要为中华民国牺牲生命 理所当然 那谁侵害了中华民国 他要跟他对抗 OK 没有问题 他甚至要说他反共 我都觉得OK 虽然其实有点怪 为什么 因为反共跟保卫中华民国 未必是同一件事 特别是他是黄埔军校毕业 黄埔军校里头 你知道黄埔军校当年培养了多少共产党 很多共产党人 甚至包括老共的十大元帅 里头就有黄埔军校毕业 周恩来以前还在黄埔军校当主任 所以黄埔军校其实跟共产党是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那当然这是历史 我们先不用去管他 重点是在什么地方 重点是在于 如果是一个纯粹的像 于北辰自己所标榜的这种中华民国派的话 那他最不能接受的是什么 就是台独不是吗 因为他要的是中华民国不是台湾国 可是于北辰不断的宣扬 他自己是中华民国派 然后天天 去跟台独的缴获在一起 台独的所有主张他都认同 之前蔡英文的东西他全部都认同 现在更独的赖金得来 他也都认同 民进党讲的都对 民进党是独派 哪一个 民进党可能告诉我说他不是独派 然后 中华民国派必须是统派 我想 这个于北辰也不敢跟我说话 你们军人受到的训练不就是要统一全中国吗 所以中华民国派必须是统派 这个就是我觉得于北辰难以置圆取说的地方 你一方面告诉我你是中华民国派 结果你上的都是独派的节目 你附和的都是独派的声音 然后主张统的人对你来讲就是投降 你好歹有点骨气嘛 好歹今天我要听你于北辰口中讲出来 我要统一 中国 不是让中华人民共和国来统我 是我们中华民国去统中华人民共和国 你如果能够讲出这些东西来我OK啊 可是你没有 你是不断去附和他们 你都把黄埔军校 改成凤山陆军官校 你根本就是走台独路线 然后你告诉我说你是中华民国派 你在维持什么中华民国 是哪一国的中华民国 是什么样的一个中华民国 是你自己定义的中华民国 是一个不想统一 只想待在台湾岛 然后里头住的都是一群自认为 我们的国家叫台湾国 可是我们现在暂时用中华民国 这一种中华民国派 这不是很奇怪吗 这到底是什么鬼 我完全听不懂 所以于北辰的这种中华民国派 在我来讲就是一个假中华民国派 这不是意见不同而已 在我看来他根本就是个骗子 他早就放弃中华民国 他早就丢掉了 他现在为什么还抓了中华民国 是因为他不能变太大 他不能从革命军人一下 蹦一下变成独派 他没有办法做这样的转环 所以他现在还暂时卫装成无党籍 因为他在他那个地方 他要选票他要有一部分模糊的空间 他如果一下完全投向独派 那些军人的票可能就不给他 因为他有一部分拿的是 当地的眷村或军人 堵烂国民党的票 因为他是议员嘛 议员只要有一部分的票就可以当选 所以这是于北辰聪明的地方 但是也是让我不辞的地方 也就是他其实故意在隐藏自己的政治趋向 他早就已经放弃了中华民国 可是呢他在卫装告诉你 我支持的还是中华民国啊 这种是我瞧不起的人 那伟翰呢 伟翰是我老朋友 我们也认得很多年了 那大家都知道以前伟翰 我看外号叫马迷 当时他跑从农府嘛 那所以常常贴身跟在马英九身边采访 当时他刚开始上节目的时候 他也是一直在帮马英九辩论 可是这几年我们会发觉 伟翰对国民党的批评开始越来越多 反而对民进党的批评越来越少 那我觉得这不奇怪 每一个人都会有他转变的时刻 只要他自己能够言之成立 我觉得都OK 人都会随着年龄会慢慢的变化 我也有变化 如果我现在的说法 还是跟我十几二十岁的时候一样 逻辑思考方式都完全一样 这只代表一件事 代表我三十几年都没有任何进步 那我应该要去检讨 所以人都会变 我现在的讲法可能某一些细节的地方 可能也跟我十几年前不一样 当然我自己可能未必会察觉 可是别的人也许会看得出来 这些都没有关系 但重点是你的理念本身没有变 这个才是重点 那所以我觉得OK 他就算认为 这个国民党很多不完备的地方 需要去批评OK的 他认为民进党有一些东西讲的 也是有道理 也OK 这个东西见仁见智 但是他最近有两个说法 其实我不同意 第一个就是他觉得 立法院在野党超之过急 民主是一个说服的过程 你应该要想办法去说服民众 而不是用这种硬干的方式 这个是我不能同意的 为什么 因为很简单 我觉得伟汉应该要知道 他心里头也很清楚 在野党不是现在才提出这些东西 提出很久了 他们在竞选的时候就已经提出来 那选完之后 当要推这个法案的时候 也经历了至少一个半月 跟民进党的协商讨论 是民党不想讨论 也开了三次公厅会 那如果伟汉都觉得这样不够的话 没有好好的想办法去试着说服民众的话 那民进党一大堆法案 全部都这样硬干过关了 那这算什么 为什么只有在野党需要去说服民众 民众民进党就不需要 这个逻辑我是听不懂 我也没办法接受 所以我觉得在这一点我跟他意见是不同 然后呢 现在就是伟汉脸书上写的 因为他也常常被人家骂 那他也常标榜的就是言我所言无所畏惧 所以他愿意公开去讲 他认为耐心的520讲的OK的 他认为两边就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跟中华民国一边一国 双方互不隶属 这是现实也是 他认为是对的 何无道理 台湾是独立的国家 他认为这些都是对 这是他的观念 我尊重 但是 因为伟汉说 有人能够提出来他哪里是错的吗 那我今天就提出来 全错 没有一个对 怎么说呢 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 是不是互不隶属 不是 请自己去看我们的宪法 中华民国的宪法是宣称包含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块土地 然后 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根据我们的宪法 绝对不是互不隶属 而是根本不承认有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才是我们的宪法在讲 好 你说宪法那种成年的东西 那完全没考虑到现实状况 那现实状况是什么 两岸都主张对岸是我的属地 那个地方是我 只是现在治权还不归我 所以两岸分治 但是同属一个中国 这就是现况 不信的话 请自己去想 为什么我们的邦交国 有哪一个人是跟台湾国建交的 你告诉我 一个都没有 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跟台湾国建交 这些 这世界上只跟两个国家建交 一个叫中华民国 一个叫中华人民共和国 而建交的这些国家 都认为对方是中国的唯一代表 这就是国际现实 这是事实 那我知道很多人只要一听到 讲说台湾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你会生气 你不认同台湾 不是的 不是这样 台湾当然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中华民国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台湾不是国民啊 这是很基本的东西啊 不要媚于现实好吗 因为这世界上没有人承认台湾国 一个都没有 你说独派这些人讲的 世界上大家都不承认中华民国了 狗屁 这是标准的鬼扯 至少12个来承认 你觉得12个很少对不对 那你台湾国呢 一个都没有 你是零耶 所以这就是一个很显著的差异 基本的逻辑的问题 而且我觉得 最糟糕的就是 韦翰的论点我最不能接受的就是 韦翰好像已经接受了 赖清德的讲法 也就是他认为赖清德是 中华民国台湾是对的 他认为 赖清德已经承认他是中华民国总统了啊 不然你们还要怎样 抱歉 赖清德能够不讲中华民国就不讲中华民国 你没注意到吗 他是抗拒中华民国的 他根本不承认中华民国的 只是因为现状逼死他不得不这样做而已 这个人是百般的委屈千般的无奈 他并不是真心想要中华民国 这个我想世人都看得出来吧 那对于这样一个虚伪的人 为什么要支持他的想法 这个人自己都爱骗自己 真的也在骗我们 为什么要去接受他 所以我必须说 韦翰可以保有他自己的想法 因为每一个人的想法不同 我也没有办法强迫别人 要求他一定要接受我的想法 我只能说韦翰对赖清德的解读 对中华民国的解读 请恕我不能同意 因为在我看来 不管以法理上来也好 以现状来也好 都不是事实 也都是错误的解读 那最后讲讲 我是怎么样的一个中华民国派 很多人说你投共啦 你当年民主中国阵线 你现在怎么会去屈原覆势 跟老共这么好 还去帮老共讲话 我必须说 第一个我认为我是中国人 所以呢很简单 就是老共制度上确实有很多问题 他过去也做了很多措施 但是那是中国人的家务事 外国人是不应该随便干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更重要的就是 我是中华民国派 我认为中华民国目前的制度不完善 但是我们尽力让他去完善 可是民进党正在破坏中华民国的制度 民进党正在千方百计 用尽各种办法在掏空中华民国 想要把他变成台湾国 这是我不能接受 那我们有什么理由 现在时代已经变了 过去国民党跟共产党之间也许有 各种各样的深仇大汗 有各种不同的累积下来的仇恨 但是那些是国民党跟共产党的问题 重点是 现在我希望 两岸之间不要用战争的方式 而是用彼此慢慢互相了解 彼此竞争的方式 大家在制度上 台湾的制度有它的缺点 大陆的制度有大陆的缺点 我们如果都能够平心静气 去了解自己的缺点 去欣赏别人的优点 然后去看到别人的缺点 赶快改进自己 然后提醒对方 大家彼此这样做良性竞争 互相进步 对两岸都好 那统一是未来的事情 那中华民国应该是这样延续下去 那当然 我一直强调一点就是 我认为国家存在的目的 是为了保护人民而存在 那些 每一次就强调 为了这个国家 你应该要去死 为了这个国家 你应该要去牺牲什么挖沟的 那都是我无法接受的言论 因为这丧失了国家 原本存在的目的 就好比说 现在哲伦斯基只要 乌克兰人为国家去死 那你有没有想过 这个国家到底为乌克兰人 带来了什么 这些人到底为了什么 要 就这样莫名其妙的 为国家去牺牲 国家有保障了什么 国家有给予他们什么 同样的 我认为 中华民国必须要先做到 他能够照顾我们的国民 他能够给我们国民生活保障 当他尽力提升到这一点 当然不可能完美 你要让人民主动产生 想要保卫你 因为他要维持他自己的生活条件 他就会自然而然想要保护你 所以我认为 现在我们的宪法没有修改之前 中华民国就是一个 认为对岸也是我们领土 只是我现在没有统治权 因为事实上我没有办法统治 这样的一个状况 所以我认为 我跟于北辰跟韦 可能都是不一样的中华民国派 那当然 我们三种派都有人喜欢 也都有人骂 那就看你能接受哪一种 欢迎你来骂我 但是骂我 拜托要有逻辑 我最没有办法接受 就是那一枚逻辑乱骂一通了 那这种人在我看来 就是一些蠢货 一些废物而已 男人努力工作 为了家庭奔波 Herman Organic 天然植物精华 自在享受人生 美国真名品牌 值得信赖 男人的健康 我们用心守护 Herman Organic